市长 议长 大家好 我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其实2018年呢 根据这个新公处的预算案呢 指出就是道路桥梁养护工程 应该总预算是30亿元 那上半年呢 分配的预算数是9亿4千万 实际执行也就是支付的费用呢 是4亿6千万左右 那根据审计部所提出的 上半年的这个决算查核报告指出 目前预算执行有落后的情形 并且应该要将预算挪用到 这个明年继续使用 那我想问一下 目前显然看起来这个预算执行 是有进度相当落后的一个情形 那最近因为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 我觉得相信很多台北市民 也对于道路桥梁养护的状况 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想知道 下半年是否有迎头赶上 把应该要执行的预算执行完毕 不好意思 请时间暂停一下 是 根据审计划报告 我们会加紧努力执行完这个预算 目前有多大的把握 大概八成 八成是不是 可是根据104年到106年的 决算报告指出 其实每年都有1到6亿左右的预算 其实最后是挪用到明年 隔年继续执行 所以我想 我想这边问市府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是有高估自己执行效率的一个情形 还是过去这几年 普遍都有政府效能不足的现象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每个年度来讲 都是在下半年度的话 会把这个 大概落在下半年度 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会加紧来办理 但是实际上来讲 104到102年之间 其实预算也都没有执行完毕 所以我这边想要问的 今天是有高估自己执行效能 还是执行效能有确实不足的现象 我这边其实是想要跟市府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像今年的这个白寿之夜 其实最后改到这个内湖去执行 那这个跟道路桥梁养护工程 其实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因为捷运中山站的现行公园的工程延宕的关系 所以导致说最后必须要移地执行 其实任何一个工程延宕都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很多重大计划的改变 所以我想市府应该要对这一点提出一些改善的计划 是我们来提这个改善计划 OK好谢谢 那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目前根据这个109年的预算 有6000万要编列在就是修复跟调查私有文化资产的部分 那其实比去年要多了3500万 去年其实这个上一个年度是2500万左右 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个问题 目前列测的这个私有文化资产有多少 有多少已经是列测的私有文化资产 私有文化资产列测 列测追踪总数是953 我们自行普查列测 对了解 那目前这些列测的文化资产是最早是从哪一年开始有被列测进去的 93年 93年开始到现在对不对 好那我想现在问一下 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到底对这些已经列测的这些建物 到底我们其实有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依照文资法文资审查法第14条 列测后就要依法审查 然后呢去了解他目前的保存情形跟他的文化价值 那我们目前文化局都已经充分了解我们这些私有文化资产的状况了吗 那这边跟依照说明我们分三年 编了每一年一千万正在普查 把这个原来的普查列测进入修法后的列测追踪程序 用三年的时间来做清晰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私有文化资产 我们了解也不够充分 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私有文化资产 它是一个毁损的情形 就是台湾民众党的这个总部遗址 它目前也只有立面存在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对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对我们的私有文化资产了解都不够充分的话 那这六千万的这个预算到底是怎么样被编列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知道今年要从两千五百万变成六千万 那个是有申请案件 它有修复载量计划 已经有工程的 我们才会编补助预算 但是我们有九百多个这个私有文化资产 按照你的说法其实很多其实目前也都还没有完全调查完毕 没有经过完整的这个审查的程序 对那个只是普查的列册 不是法定的列册程序 是我们民国93年的时候 市政府主动去清查几个 了解因为我时间已经不足了 所以我想说接下来呢 我希望未来再审查相关的一些这个私有文化资产的时候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更了解你们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才能去做对预算做更好的了解 好谢谢 谢谢